可能大家认为我快 是因为其他人慢 所以才认为我快 但是我自己不认为顺风有多么的快 我认为你是用国内的标准看 还是用国际的标准看 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看 这两千多公里并不是什么有挑战的事情 而只是在国内好像是 从没有人用飞机直运的一些快件 我是用了 但是在国际上也是很正常 也应用飞机来去运快件 同时用货运专辑来运用快件 我认为这个在国际上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我并不认为我做到一个什么样很超前 很牛的一件事 我不认为是这样 我只是人家做到的 我只是在中国按照国内 在我自己的一些理想追求 来去把这些东西实现而已 对我来讲 我认为我自己相对满意的一些服务 我才愿意去给到客户 那有一些东西是我不断在追求 体现我自己对快的一种理念的追求 所以我自己不断在追求一些更科学的方式 或者更不同的交通模式 来去实现一种所谓的快 从我认知的快 跟我追求的快 跟我今天我做到的快 还有差距 种子 感谢您的准备